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竟宝贝们还小 两个在上学 一个还在启蒙阶段 承担王室责任还为时过早 但今年因为新官来势汹汹 蒙宝们也就被派上用场了 除了生日照以及重要节日的全家福之外 剑桥三宝没少以视频的形势亮相 现今就一起来看看2020年度剑桥合集吧 年初 前三个月在度完圣诞假期之后 就是该工作的工作 该上学的上学 最小的路易就是肯心顿宫内玩耍 直到3月22日英国母亲节 肯心顿宫照旧新发庆祝母亲节 发布了剑桥一家在阿牧大厅草坪上赛跑照 凯特王妃背着女儿夏洛特小公主 威廉王子则背着乔治 如此真实温馨的瞬间就这样被定格成了永恒 自3月份英国疫情爆发以来 防疫形势相当严峻 所以就有了3月26日 乔治领贤弟妹向所有不知疲倦的工作 在疫情一线的医生 护士 护理人员 药剂师 志愿者 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股掌表示感谢的视频 一岁多的路易小王子 懵懵然地站在哥姐中间 跟随着一起股掌 一会儿看看姐姐小夏 一会儿看哥哥乔治 用疑惑的小眼神告诉大家 他的内心OS 为什么还不停啊 什么时候停啊 可爱迷惑的小模样 弥翻众人 4月23日是路易小王子的两岁生日 肯西顿宫如常发布了路易最新近照 是威廉王妃与诺福克郡安慕大会厅独家拍摄了照片 多张照片均是一个系列的 目测是路易加州 玩盖手印 超级乐天派的小家伙玩得不亦乐乎 妈妈镜头前可爱爆棚 4月24日见巧一家惊喜亮相电视节目 参加活动 带头为全英医护人员以及一线工作人员鼓掌送温暖 一家人在视频中于安慕大厅木门中走出并站定 凯特王妃抱着路易小王子乔治王子和小夏公主就站在爸妈面前 一起鼓掌的画面温暖了不少人的心 格子山搭配了长裤的乔治王子颇有些大哥风范了 即将迎来七岁生日的他不再是曾经那个嫌弃脸胖巧了 身世饭儿越来越足 5月2日是向洛特小公主的五岁生日 恳心顿宫一早送惊喜 发布了向洛特公主的多张新照 长镜拍摄的是凯特王妃 照片拍摄于四月份一家人驾车魏诺福克郡周围的孤寡老人 送自制食物时 手拿食物镜头前站立的小夏甜静柔美 不知不觉曾经在地上打过滚的小姑娘已经长大了 越发有公主范儿 门眼间还有一些太奶奶的伶俐 到了6月21日是威廉王子38岁生日 恳心顿宫间歇式的发布了三张官方照片 皆是威廉王子与三娃在诺福克郡阿末大厅草坪上玩耍时所拍的 长镜者依旧是凯特王妃 在凯特镜头下的威廉与三娃笑得开心自然 乔治也不再是面对镜头媒体时的害羞boy 小夏因为在爸爸身边越发漂亮 小路易也是长大不少 成为爸爸长中又一个宝 一家人的温馨甜蜜隔着屏幕 都能让人感受到 只好在6月份 恳心顿宫意外发布了剑乔一家的动态 以表达对镜者周的支持 照片是威廉凯特带着乔治小夏 外出给诺福克郡五子女陪伴老人 送自制一大利面的背影照 照片和小夏的生日照是同时间取材的 威廉手持雨伞为女儿遮雨 小夏提着食物而乔治则双手插兜揪在中间 帅气的背影带着一些桀骜不羁的质感 随号7月22日是乔治的七岁生日 依照往常惯例 恳心顿宫准时发布了今年的生日照片 照片依旧是由王事业余摄影师凯特王妃 长进拍摄的 拍摄地是剑桥位于诺福克郡的家 安摩大厅 无一例外两张生日照片都是真绿色迷彩风 颇有小男子汉气概和风度 这看着是长大小从军 时间一转眼到了9月份 凯特王妃被拍到带着小儿子路易王子 在巴特西地区游玩 顺便可能是想接乔治小夏放学 母子俩还登上了游览泰晤士河的游船 路易不只长得萌 就连性格也非常讨喜 路上主动拥上妈妈景博 就不撒手了 这样的萌宝谁不喜欢呢 9月底 威廉王子与英国知名专家 大卫·阿腾·伯乐爵士 自然纪录片之父合作的纪录片上线 一系列幕后照片被曝光 其中最让人惊喜的就是 剑桥三宝与大卫爵士的会面 大卫爵士还为这一次会面 给乔治王子带来了一份礼物 巨型鲨鱼齿 正好在纪录片上线之前 肯心顿宫放出了剑桥三宝 远程询问大卫爵士 关于野生动物的问题 乔治说 大卫爵士您好 请问面临绝种的动物有哪些 小夏 大卫爵士您好 我喜欢蜘蛛 您是否喜欢蜘蛛 路易 你喜欢什么动物 这是首次剑桥三宝声音上线 令一众王室粉丝激动不已 剑桥颜值天团的上线 再次为纪录片注了一波力 让更多的人关注自然环境 而后在12月份 为了感激疫情一线工作人员 威力王子和凯特王妃 携剑桥三宝出席 London Paladine剧院 举行的雅剧表演活动 这是一张五口今年首度 整整齐续公看亮相 红毯之上乐趣不停 欢笑声不断 即使是落座后 一家人也依旧是尽头中心 为心有爱的互动瞬间 让这个小家庭更加的有人情味 晚屏都洋溢着暖意 最后就是剑桥家的年度圣诞全家福了 和前两年一样 照片拍摄于诺福克郡的 Emmerholm 朴实无环的穿着 透露着一家的平凡与普通 真真切切的爱意和寻常家庭并无不同 以上是2020年剑桥三娃 在线营业的流水线合集 每一次萌娃一现身 姨母笑就止不住 希望萌宝们同一专的笑脸 能让每一个见到的人 拥有持久的暖意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